这边呢就是我觉得冬季 我不会再穿的一些衣服 包括这种毛衣的连衣裙啊 一些短裙啊 还有这边的一些裤子 也是毛衣的连衣裙 包括两件外套 因为袋子比较大比较重 所以说我就拿了一个行李箱来装他们 OK那么我就准备好了 怎么还背一个书包 因为我待会打算直接去健身房 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去旅行的有没有 那么这一家店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啦 它的名字在日语里叫做 Torefaku Style 然后古着买取这几个字 就是变成古着买取 古着买取买 古着买就是二手衣 买取买就是我们会买你的衣服 它是我在日本所有的二手店里面最喜欢的一家 哦天哪 它这个是有楼梯的 我这箱子怎么办呀 我只能自己搬上去了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但我正在中身的衣服 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号码牌 说是计算完价格之后会通过广播叫我 在那之前, 我们就来店里面逛一逛吧 这边呢是休闲男装区 看上去是不是很有日距离男生的感觉呢 这件外套多少钱呢 12800日币 这边这一身好酷啊 全都是皮衣的感觉 上面写着是 stuff精心挑选的item 然后这一块呢 就是日本上班族男性的标配啦 看上去是不是都还蛮有气质的 其实我挺喜欢看日本上班族的打扮的 这边是很多皮鞋 西装外套和公文包 看上去都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是国内不多的款式 这边呢就是男生最爱的球鞋啦 有nike啊 还有什么乔丹是吗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价格是多少 这一双新品8800日元 这一双感觉是穿过的 7800日元 这一双感觉很新 8800块 然后这一双是有一点旧的感觉 7800块再打八折 OK接下来就来到了我最爱的女装区啦 那么这边也都是非常典型的日系风格 我觉得非常适合亚洲女生的身材和气质 我特别喜欢日本服装店的一点就是你不懂穿搭也没关系 直接按照这个模特一身买下来就好了 就会变得非常时尚 这边呢感觉是比较适合中老年女性的设计 以后有机会可以带妈妈过来逛一逛 这边呢就明显年龄层次是比较低的 十几二十岁的女性会喜欢的设计 就像这一件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然后又特别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日本的外套都主要是以这种 怎么来说就是咖啡色呀灰色啊 这种低调的颜色居多 没有那种什么大红大紫的颜色 哦这一件挺有十元里美的感觉的 而且是带吊牌全新的呢 原价是将近一万五千日元 但是好像没有写现在多少钱 先试试看吧 看上去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大 哦这边还有带子呢 但是这个颜色我觉得蛮好看的 哦这一只也好可爱哦 试一下 哇这双拖鞋也超可爱耶 虽然是拖鞋 但它的材质和颜色都是秋冬的感觉 就这种季节的混搭会很有时尚感 不过冬天真穿这双的话 估计脚会启动床吧 我个人还非常喜欢皮毛的材质 只是我希望有一天地球上所有的皮毛 都可以变成人造的 现在日本特别流行这种表面融融的像熊一样的材质的外套 完全的新品4800日元 而且还打八折呢 这一件Burberry的外套呢 价格是29800日元 这边还有现在很有人气的这个羽绒服 是叫Monkler嘛 各种颜色都有 这一件呢价格是34800日元 这里有一个MIMU的包 才2980日元 这个Coach的包呢是4800日元 是那种非常方便日常穿搭的百搭款 这边就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奢侈品啦 在日语里LV叫做Ruibiton 这一面呢全都是Gucci Gucci的发音呢就大概是一样的 这个借金是十分之内 有没有 这个是 在价格的 这呢 我家上帽子 这里是 这一件呢 是 这是 这 这 这个 这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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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就很厉害了 這裡就要補充電 謝謝你 謝謝你 咋? 我今天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过来卖的衣服 结果就折腾太多人民币 不过我觉得这点算是一种体验吧 咱们接下来要去真正房了 所以说我也就不过忘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费力给我点上一个赞 还没有关注朋友的朋友呢 请费力关注我 这样准备就可以播放任何影片的内容啦 那我们见到大家咯 それでは See you next time Bye